好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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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好快啊 今天是游神过后的 一个星期 我回来补拍一些画面 不然故事讲不下去 三 二 一 亮起星山 亮起大马 亮起大马 四星三人的话 过多或少都知道楼国古庙游神的活动 我是星三人所以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很热衷 或者是很虔诚的那种 但是这几年都把楼国古庙游神 当作是测试摄影器材的场地 所以也好像是参与其中啊 要下雨了 我看我要去找一个夺野的地方 然后 再做一些补充 其实我的餐与游神 充其量就是在游神当天 去到行工 然后看众生被抬出去 然后基本上就回家了 我看了 今年如果时间允许 我都想去看看 这么巧 就在我家附近 有一个 亚亚阿瓦的乌龙队 他们在游神前的一晚 有一个点睛仪式 还蛮特别的 当我抵达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们有一个 用3D打印的花车龙头 还有一些生动的小龙 蛮特别的 然后 才知道 亚亚阿瓦五龙队 曾经夺过7次全国冠军 还有4次世界冠军 不过这个星期 我在社交媒体 又看到他们在香港 拿到一个 世界夜光龙比赛的冠军 真的是了不起 他们也邀请了台湾的 另外一个category的 世界冠军 五龙队 来参与这个游神 然后当晚一些 周医员 还有一些社团领袖 也受邀出席 真的是一个很 了不起的五龙队 过后我在社交媒体 上载了两张 亚亚阿瓦的照片 竟然被我高中的同学看到 然后要求我明天一早到罗佛古庙走一趟 那我幸好第二天早上没有工作 所以就去抽抽热闹 当天刚好也是众神出轮的日子 可是我这个新山人呢 只会出席游神当晚的活动 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古庙 众神出轮的那个活动 所以根本一点头绪都没有 因为担心就是会很多人堵车 所以我就把车停得很远 然后再步行到古庙 结果太早到 古庙没有什么人 那人潮后来才慢慢躲起来 我的高中同学燕燕后来就给了一件 红仙大帝的粉红色无声衣 还有一本有关 柔佛古庙五龙队的小册子 后来我才发现 它原来就是 古庙五龙队创办人的孙女 根据小册子所记载 当时新山的五龙队 在1931年由先贤郑宣如 就是郑燕燕同学的祖父 和几位木匠工人所发起的 当时称作 柔佛华人建筑商工会五龙队 或者是 附建设 红仙大帝五龙队 那五庙众神出轮的时间 是在五庙十二条龙点今后才开始 大概是早上十点 那我因为中午有工作 需要去准备 所以就现行态了 其实走的时候我会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龙都长得那么 看起来阴险焦化 我给它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就可能是因为 需要轻量化 然后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 直到当天我把工作忙完后 然后去行攻走了一趟 看见那种 汉厚的香荣 我可以庆幸 不是所有 现在的龙都是一个模样 鱼神 游城当晚可以说是整个庆典的高潮 全程7.5公里的游行路线 大家都可能四手一路 它说成是8公里 what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盘算和策略 比如在哪里停车啊 在哪里看啊 要怎样参与啊 这次我就想跟着路走完那7.5公里 然后以走一走拍拍的形式参与 不可以什么都有拍到 而是看看可以抓到什么画面 那走不走的完就当做是红哥的旨意啦 你是youtuber是吗 对 哇谢谢谢谢谢谢 MING PAIGN 我也是 MING P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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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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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